也要全力的来拼疫苗施打率 有3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今天到齐了 指揮中心从星期天开始 就在台北车站大厅设接种站 为了要催促打气 只要是在台湾的人士 接种疫苗 就可以获得100块钱的领劝 而今天依旧是涌入了大批的人潮 不过因为增设为三条线同时开打 动线还不是很为畅 不过因为网友抱怨 自己之前疫苗是不是打得太早 怎么之前都没有在发理劝 指揮官陈时中 则是缓夹回应说 早打早有保护 他自己也没有拿到 一大群人即在台北车站大厅 都在等打疫苗 国内3万剂莫德纳疫苗 起好到期 指揮中心周日开始 增加台北车站为接种站 只要住台湾不用预约 到场就可以施打疫苗 好 谢谢 因为人潮满满满 一共有三条线同时开打 但对比在大厅等待的人潮 隔出来的其中两个等待区 却熙熙落落 可能是动线有问题 等大概一个小时了耶 排得有点久 大家也看得到吗 就这地方在慢嘛 这一式在那边等啊 这实在是很浪费啊 我们要找一些行政人员来帮帮忙 指揮官陈时中到场视察 赶紧增加人力 也因为现在不只要消化疫苗 还要拼覆概率 为了鼓励民众 在北车打完疫苗还会多送一百元商品礼券 吸引不少民众来打疫苗 一百块就对 对 很开心耶 其实还好耶 因为我主要只是想说 现在刚好有疫苗 但指挥中心送礼券也引发讨论 有些网友就抱怨早打没赠品 有人吵着之前打疫苗的要补发礼券 还有人说当拿则拿 也拿捐血当例子 说捐血都有奖励 疫苗怎么没有 觉得早打好像吃亏了 早打早保护 我也没有拿到礼券 是增加大家的一点点的意愿 当然也不是真的为了这个礼券 国内现在疫苗充足 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打疫苗 又碰上疫苗效期问题 指挥中心增加诱因 吸引更多人 记者分散后站在台北朝报导 我会议接着 我会议接着 我会议接受